他除了啰嗦之外还有什么不好 就上次我不是花了两千块钱 买了一副墨镜吗 原来副墨镜两千块钱 你现在工资就五千多吧 你买副两千块钱的墨镜 你不觉得你有点 那我花你钱了吗 是吧 你没花我钱呢 你也不能过度消费啊 我一个月 我现在有一万出头吧 你看我舍得花钱吗 我自己买了副墨镜也就五十块钱 我觉得两千块钱没必要啊 主要是他还要说 你看你这两千块钱的墨镜 跟我三十块钱的墨镜 也是一样的嘛 那你不觉得这说这种话很伤人吗 首先你的工资 你现在只有五千多 那你俩还买一不齐铺子 那照你这么说 如果是我工资永远上不到 几万块钱一个月 是不是我就不会用一好的东西了 我们不可以追求高品质一点的 高品质 这永远只能买二三十块的东西 立马鲁地不就行了吗 你们俩先别说过日子啊 你们俩看看 你们俩这段感情 能不能活到要过日子的那个程度 那天就跟他见面 我跟一个女生发消息 就我不该笑了一下 他就问我 聊天就聊天 你笑什么笑啊 而且是跟女生聊天 工作有笑我都不给笑 让我哭啊 让我哭着你跟别人聊天 真的真的是 然后他就查我手机 搜索那个关键词啊 就搜那个宝贝 看有没有我给谁发了宝贝啊 没搜到 他就又搜那个亲爱的 搜什么小可爱这种关键词 对啊 那不也没搜出来吗 没搜出来 他就说 他说我把记录全部删干净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就没事找事 所以是有关键词删除是吧 不是就把记录给删了 他说我把记录给删了 我以为他们增添了新功能 叫关键词删除 不是不是 你为什么说人都删了呢 聊天记录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删了 他肯定 觉得我背后有人呢 搜索没搜出来 我觉得聊天笑 那我觉得你肯定在 在做鬼事 我就觉得你鬼鬼祟祟 后来就因为这个 就开始查是吧 就开始就疑心疑鬼了 就搞得我就是 那本来我们就是意地呀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在跟别的 那你还有男闺蜜呢 跟男闺蜜一起去吃饭的 那怎么讲了 那有男闺蜜很正常啊 你不也有女闺蜜吗 来来来 好好好 还有我孩子啊 还有一件事是最不忍忍的 就是 你要撸袖子干嘛 不是 就我可能做情绪家务就习惯了 家务 家里 都是我干的嘛 但我们开头在一起的时候 就讲好了 就分工明确嘛 他就跟我说 你扫地 我托地 然后你做饭 他洗碗 就我做饭他洗碗 因为他做饭太难吃了 但我现在也有在学啊 对 但他还是愿意学 是但不好吃 还是归我来做吧 就是这半年多 每次见面都是我做饭做菜嘛 然后有一次 我做完之后 我想他吃饭 吃完了之后 他还要我去洗碗 因为之前我可能就是 我回惯着他 但那次可能就是 有点累了 我就要他去洗碗 我也不舒服啊 你也不舒服 是 你有了胃口 他了胃口 而且他特别能吃 你知不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我那天煮了三四个菜 还煮了差不多有三个人的饭 我自己就吃了一碗饭 那菜全部都被他吃光了 他跟我说不舒服了 现在你是吃撑了 还是不舒服 还要我去洗碗 我想想我都没吃饱 我想想就来洗 那你这样说你是不是觉得 你变了一开始 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我吃得多呀 他的重点不在于你吃得多不多 他的重点在于说 你压根就没有不舒服 你在这偷懒嘛 他就是在偷懒嘛 你们这俩聊天聊的 你们来我们这干嘛呀 他没安全感了 我觉得他太啰嗦了 那就分手啊 这才半年两个人还异地 一个月就见三五天 那就是一共见面的时间 是十五天左右 就十五天彼此都不能互相装一装 忍一忍 干嘛呢 也有半年多 主要是 你半年多 你不是见面时间也就那么几天 你们这都装不下去了 主持人都不能这么讲 主要是 那怎么讲啊 我怎么讲 主要是他也有好的嘛 好在哪呢 你看啊 异地不回信息 接你迟到 就不牵挂嘛 接下来 一个女生一个人在外面 还常出去喝酒 出去喝酒 可以 你有你的权利 留着前任的照片 你也有你的权利 问题是你男朋友都提出来 这让他最不舒服的 为什么不能稍微地修正一下 至于您就算了吧 一个大男人的对吧 你那么不放心 你飞过去啊 对这段感情还是没有觉得 一定是非他不可嘛 你想一段爱情 在半年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非他不可了 而是说可有可无的 你们俩还闹过什么嘛 你们听老师们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